咱朝中之人誰不知 他韓大人跟皇后曾經有過私情啊 皇后在入宮之前 更是與其私奔過 有真是 這韓大人哪 到底 這心思是花在 查案上了呢 還是 在皇后身上 這可只有他自己心知肚明了 對對對對 否則 為何一個 刺殺案 怎麼長那麼長時間啊 對啊 幾位客官慢用 好 修哥 哪裡 你們怎麼來了 我說得讓啊 虧你還能在家中安坐 這上京城的謠言 已經穿得滿天飛了 聽說了 事關皇家的顏面 我豈能視若無睹 聽說了你還不理 這謠言要是再不支持 指不定傳成什麼樣的 是啊 為什麼傳出這個謠言 咱們大家都心知肚明 這些人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 無所不用其極 得讓 這件事 你不能置之不理 總得想哪辦法 沒錯 我們倆今天過來 就是要跟你一起商量對策 得讓在此 先謝過二位高義 我是流言的焦點 倘若是自己辯解 只會引來更多的武端是非 我擔心明日在朝堂之上 有人會要給皇后難堪 攪亂朝政 得讓還想請二位幫忙 到時 定不可以讓這些小人得逞 你不必如此見外 我跟修哥替 定當保護皇后 得讓在此 謝過 此次皇后失德 咱們倆是否逼主上一把 廢了皇后 讓喜哥來撫養皇子 那就要看 主上的意思了 那就得試一試 高兄 你說這哪個男人 願意看著自己女人 跟別人眉來眼去的 這主上 雖說是個病秧子 但怎麼也是個男人 我覺得這韓德讓 早晚成為主上的 眼中釘 來 你 娘娘 如今宮外謠言四起 你也不應對一二 只要主上與我同心 這些流言影響不到我的 畢竟我問心無愧 可現在連宮中也傳這些謠言 實在是太不像話了 宮中自有規矩 雙谷 在 若再有傳謠者 一定按公規嚴懲 不必再來回我 是 娘娘 雙谷哥哥饒了我吧 我再也不敢了 說吧 你這話是從哪兒聽來的 師哥 我 是誰讓你說的 上嘴 說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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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難了 我說 我說 說我哥哥 我說 是 是 連臣妾都知道 女人嫁人了 又懂得避嫌 皇后她這麼聰明 這點道理還不知道嗎 非要讓主上和小皇子 處於尷尬之中 喜吃如今 流言紛紛 還說主上 皇后豈是你能詆毀的 如果你再散播謠言 朕就把你的舌頭割了 主上正名 臣妾知錯了 臣妾知錯了 好 主上 主上不必為 小妃的言語繁親 皇后不會的 朕 相信得讓 都要讓她是正人君子 朕也相信燕爺 她有她的驕傲 朕相信他們兩個 但 朕為什麼還是